月球被不明物体攻击 突然出现闪光 瞬间让NASA和全世界天文学家神经紧绷 就在不久前的2025年12月12日 世界时间凌晨3点09分36秒 这个寂静的世界突然被一道刺眼的强光撕碎了 在那一瞬间 月球的阴影区爆发出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爆炸 仿佛月球在那一刻突然眨了一下眼 这可不是什么科幻大片的特效 而是一次真实发生 震撼全球天文学界的月球撞击闪光事件 当时位于北爱尔兰的阿玛天文台和天文管理 博士生安德鲁·马歇尔里和他的团队 正操作着先进的阿玛机器人望远镜 紧紧锁定着月球的暗面 就在那一秒 他们的屏幕上闪过了一道极其短暂 却异常明亮的白光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个能在漆黑宇宙中 制造出如此耀眼闪光的不速之客 到底有多大 是像一栋大楼 还是像一艘航母 准备好迎接真相了吗 根据科学家们后续严密的轨道计算 这个撞击物的体积 竟然比我们平时打的高尔夫球还要小 没错 就是这么一颗微不足道的小石块 在月球表面制造了一场 足以让地球望远镜清晰捕捉到的剧烈爆炸 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开这个宇宙谜团 到底是什么撞了月球 要搞清楚 这个肇事者的身份 我们首先得看看它出现的时间 12月12日 这正值大名鼎鼎的双子座流星雨高峰期 天文学家通过对闪光位置的精确测定 发现撞击点位于月球朗伦环形山的东北方 结合撞击的角度和速度 科学家们断定 这个不速之刻正是来自双子座流星雨群的一颗流星体 提到流星雨 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浪漫的许愿场景 但在天文学家眼中 流星雨的本质 其实是太阳系中的炮火袭击 而双子座流星雨 更是这众多炮火中最特殊的一只 其实绝大多数流星雨的母体都是彗星 但双子座流星雨的母体 却是一颗名为3200法恶童的小行星 3200法恶童被天文学界称为岩石彗星 它拥有一条极其扁长的轨道 近日点距离太阳非常近 只有大约2000万公里 在那种极端的温度下 小行星表面的岩石 会因为剧烈的热硬力而碎裂 大量的岩石碎屑被喷射到宇宙空间 形成了一道密集的流星体流 当月球穿过这片区域时 一场惨烈的宇宙追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次撞击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5公里 换算成时速高达12.6万公里 如果你能坐上这颗高尔夫球 从北京飞到上海 只需要不到40秒 在物理学中 动能的公式是 E等于1除以2mv的平方 请注意 速度v是被平方了的 这意味着 即便质量m非常小 只要速度足够快 它携带的能量就会成几何倍数增长 当这颗流星体 以这种超神速撞击月球表面时 巨大的动能 瞬间转化为热能 在撞击的一刹那 撞击点周围的月盐 被加热到了数千摄氏度 瞬间气化并电离成了等离子体云 正是这团高温等离子体发出的光 形成了我们看到的 月球撞击闪光 当然 月球遭遇过的袭击 远不止这些流星体 除了这些小石块 月球还要面对各种宇宙挑战 首先是真正的宇宙流浪汉 彗星和近地小行星 彗星撞击虽然猛烈 但也给月球带来了礼物 科学家认为 月球两极永久阴影驱离的水冰 很可能就是几十亿年来 彗星撞击留下的遗产 而较大的近地小行星 则是月球表面巨大环形山的造物主 每一个肉眼可见的月海 背后都代表着一次毁天灭地的撞击 除了自然天体 月球在近几十年里 还多了一类新的撞击物 人类制造的太空垃圾 从阿波罗计划开始 人类就不断向月球发射探测器 那些完成任务的火箭莫及 失效的卫星 都在月球表面留下了痕迹 就在不久前 还有一段失效的火箭残骸 误打误撞地 坠落在月球背面 砸出了一个独特的双重坑 既然月球被撞得这么惨 那我们地球呢? 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 看到的流星雨是浪漫的 而月球看到的却是猛烈的爆炸? 这就要归功于 我们地球最伟大的守护神 大气层 大气层就像是一层厚厚的防弹衣 当流星体冲向地球时 它们会与空气分子发生剧烈摩擦 这种摩擦产生的热量 足以让绝大多数流星体 在几十公里的高空就燃烧殆尽 那道滑破夜空的亮光 其实是流星体在生命最后时刻发出的绝唱 但在月球上 情况完全不同 月球没有大气层 处于近乎绝对的真空状态 这意味着 无论撞击物有多小 哪怕是一粒微尘 都会以原始的致命的速度 直接轰击在月球表面 在月球上 没有流星划过的美景 只有无声而剧烈的爆炸 这种差异决定了未来人类 在月球生存的严峻挑战 如果我们未来要在月球建立基地 这些频繁的高速的微陨石撞击 将是宇航员必须面对的头号威胁 你可能正坐在月球基地的窗边喝咖啡 突然一颗比芝麻还小的碎屑 就以几十倍雨子弹的速度 打穿了你的窗户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未来月球开拓者 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撞击如此危险且重要 所以像爱尔兰、阿玛天文台 这样的观测工作 才显得弥足珍贵 这次观测之所以引起轰动 是因为月球撞击闪光极其难以捕捉 它通常只持续零点几秒 短到你眨一下眼就会错过 这不仅需要灵敏的自动化望远镜 更需要天文学家们日复一日地坚守 安德鲁·马歇尔里和他的团队 通过对这次闪光的亮度和持续时间 进行精确建模 推算出了撞击物的质量和能量转化效率 这些数据将直接帮助科学家完善月球环境模型 为未来的月球基地设计提供关键的防灾参数 这次月球眨眼事件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宇宙 宇宙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舞台 而是一个充满动能 时刻在演化的剧场 每一次闪光都是一次宇宙能量的瞬间释放 每一个新形成的微小坑洞 都是月球这本宇宙史书上的一行新文字 月球用它那满目疮痍的身体 为地球挡下了无数次致命的撞击 它不仅是我们的卫星 更是我们的盾牌 而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通过科学手段去读懂它的伤痕 去守护这个守护了我们几十亿年的伙伴 到底是什么撞了月球 是一颗来自双子座流星雨的小石块 是一段跨越千万公里的宇宙旅程 更是人类探索未知 守护未来的起点 从浪漫的流星许愿 到冰冷的撞击监测 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真相 也让我们更加敬畏自然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未来有机会观测流星雨 你会想到在宇宙的另一端 月球正在承受着同样来自这些小天体的猛烈撞击吗 其实浪漫和危险 从来都是宇宙的一体两面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哦 咱们下期见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直专注于制作宇宙主题的优质长影片 而且频道更新速度很快 有朋友就问了 哪来的那么多素材及灵感 几乎是每天都在更新 实不相瞒 我一直呢 有在用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 带个耳机 就可以在通勤 走路 运动时候 听听我喜欢的宇宙主题类内容 这个给我带了很多灵感 有了灵感 设计主题 然后再搜集 整理 创作 最后展现给大家 对我机频道帮助非常大 另外 个人感觉 还有个特别的妙处 那就是睡觉前必须的听一段 现在已经是不听睡不着了 简直是助眠神器 当然 这么好的APP 我也想分享给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Himalaya这个有声书APP 它的优势就是华语内容很丰富 天文地理 历史名著 什么都有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制作精良 特别是里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 质量十分高 刚好最近呢 我也替支持我频道的朋友们 争取到了专属福利 14天VIP免费试用 一般用户只有7天 这是只给订阅我频道朋友的特别礼遇 怎么操作呢 现在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 如果觉得不合适 卸掉就是 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充值继续用